您提到第一个问题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这个所谓的对中国的 这个假中立这个态度 就是严格来说 我个人认为它其实是一种假挺恶 其实是真反美 因为实际上从这两个月以来 我们实在并没有看到 中国究竟 或者说实际上有对俄罗斯 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一种支持 无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 那么所以说 它其实是把所有的这种 战争的这个货源甩锅给美国 所以它所有的扭曲的虚假的讯息 都是把它转向到一个反美的 这样一个立场上面 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是挺俄罗斯 而是利用挺俄罗斯来真正的 就是假挺恶真反美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一定要等到 中国采取了一些激烈性的行动 包括以武力侵犯台湾 那么美国才会去实施这些制裁 我认为并不是如此 它可能会逐步的去预先进行这样的制裁 因为美国已经很看到了 中国其实已经开始在准备 如何去闪避这个制裁 那么美国和西方世界 就会提早去进行这些制裁 不必等到就是说中国做了一些什么 实际上的军事的一个侵犯的行动 它就可以 因为毕竟譬如说包括网络作战 而网络本身也是一种现代战争的形态 美国的国务院的这个声明 基本上就等于是对中国进行的 网络宣战的一个悬石 以及在其他的财政的科技的 贸易等等方面 持续做一个制裁 不必等到中国 一定要采取无力犯态 或者是更具侵略的行动之后 才以一种为时亿万的方式 对中国进行制裁